好 民進黨是不是從中央到地方都在瞎說呢 這樣發生了一件事情 在嘉義大林站這邊有一個女性的戰務員 因為他阻擾了旅客在站內騎腳踏車 本來就不應該 結果就老人家就對他施暴 就對他殴打 結果你看到民進黨的嘉義縣議員 江志民陪同就來施壓 就說為什麼不能夠騎腳踏車呢 那這個老翁是講說 因為小兒麻痹只能用這個折疊車住行 他就說你看吧 這就是他的代步車 所以就直接代入變成了腳踏車等於住行器 人家網友在那邊講說 對啦 這個民進黨就是不是走私是超買 不是萊豬是美豬 不是缺電 是這個停電 跳電 不是開牌是校正回歸 反正都是如此 那民進黨就是這樣子 說話的掉掉 大家可能也已經 習以為常的無奈這種感覺 那另外我們看一下 這個民進黨的嘉義市的議員 林伟宣遇襲案 他當時是講說 是這個王美慧 這個是不是教唆來的 因為他被逼著要跪喊對不起王美慧 那王美慧就講說 這行車糾紛造成一個政治事件 也是莫須有的控告 但是現在這個事情 查了七個月到現在 連動機都查不出來 因為他們找到了這些涉嫌傷害的嫌犯 結果他們這個動機始終講不清楚 這也拖太久了吧 我以為這件事情都已經翻篇了 沒想到到現在還是沒有個所以然 那這的確會牽動到接下來的選情 就是因為這個王美慧 可能要挑戰市長選舉 那再來特權也在 這個鄭文燦 他現在不是在獄中嗎 受刑人出庭應訊 檢舉 說鄭文燦怎麼可以住 這個惠客市改裝的獨居房 還吹冷氣 那這個桃檢呢 拒報之後 這個當我突襲 他說沒有發現異常 人家講說都已經通報特權 會查得到嗎 那這個很奇怪 就是反正突襲完之後 特權還是照樣特權 那再來 這個賴政府 他解決不了問題 那就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這樣就沒問題了嘛 因為你提出問題的人通通閉嘴了 現在濱原吃警 也被綠委說是造謠 你們怎麼可以說是什麼兵員吃警 哪有呢 賴瑞隆說 這個是在打擊國軍士氣 PPE說拜託 這個不是我們打擊的 這個是滑油的報導 說我們現在要因應備戰 當兵並不踴躍 而且孤立雄還回應了 因為是美國爸爸講的 所以他講說 對對對 我們現在缺乏設備人力 的確現在已經有延緩後備軍人訓練 你賴瑞隆為什麼不去質疑滑油 為什麼不去質疑孤立雄 反倒來質疑說 這誰在講打擊士氣造謠 所以這根本就是解決任何質疑你們的人 我們來問一下詠萍姐怎麼看 我對嘉義縣大林戰發現這個事情 真的心裡很痛苦 覺得說台灣的民主真的已經倒退到 好像那個王權時代 就是完全拿著上方寶劍 好像那個缺權貴子弟 就可以這樣子隨便來 無法無天的魚肉相鳴 你看那個憲議員那種姿態 我覺得南部為什麼如此嚴重 因為那些人已經長年民進黨執政 已經洗腦到 只要有民進黨的黨政 就是我有黨政我就可以不顧法律 我就可以對警察也很兇悍 我就可以對所有的公權力 我都不屑一顧 你看那個嘉義大林戰那個女戰物員多可憐 其實我們的車站不能騎腳踏車 這是所有站 不是只有台鐵站 捷運站什麼都一樣 這是基本常識 結果他不過去勸阻一下那個老先生 結果這個女戰物員 直接被那個老翁殴打 而且還被他恐嚇三次 他是遭到這樣子的暴力 那這個女戰物員 你若名義代表要出頭 你是不是應該幫這個 認真執法的公務員 來出頭 結果不是 你是民進黨還 這個名字大家一定要給他記得 就是一個蔡奇阿明 江志明 嘉義縣的議員江志明 民進黨的 就帶了人就去包圍 包圍那個女戰物員 然後就對他大小聲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事情 真的非常的不可取 你民進黨你這樣子魚肉香裡 你真的認為你的形象可以保得住嗎 所以真的我拜託智恩 拜託我們一些在南部 要很心情耕耘的 嘉義 玉米什麼的 大家真的要加油 台南也不要怕 因為我覺得民眾不是完全沒有理性的 尤其像這一次網路的一個反應 根本就覺得說你簡直是莫名其妙 那至於說Washington Post的 華郵的這篇報道 我覺得他其實是很誠心誠意 要提醒台灣的軟肋的 那他講的問題就是說 台灣現在因為兵員有缺 那個職業軍人已經 這個募兵的員額已經不足 而且這些人 他不但沒有辦法投入他的戰績的提升 反而他得花很多人去訓練 那個義務役的人 所以整個我覺得 整個我們現在兵員的問題 已經發生了很大的問題 當然對台灣來講 我覺得保護台灣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要和平 不要戰爭 可是問題是你如果真的 以備戰來 避戰的這個邏輯來講的話 現在我們的兵員不足的問題 當然要成為第一要務 因為你在編列更多的國防預算 買更多的武器 到時候沒有適合的 有技術的軍事人員來操作的話 一切也成功 所以我覺得好心的提議 不要又再說這什麼假新聞抹黑什麼的 我覺得民進黨整天搞這一套 真的很令人厭惡 對 剛剛有平姐講到說 這個江志明的嘴臉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畫面還原 好 來請教責任姐 我只能說他們家一號稱民主勝地 對我來說就是綠色江湖 就真的是無告條白 真的是 如果 而且我相信這些明代 料郎過去一定不是只有一次 因為他不可能一次才這麼激動 一定常常如此 而且是得逞的 所以還好有這些網路的訊息可以出來 然後也引起縱落 所以這樣都是逼迫這個明代 我看他以後會不會收斂一點 勢必為了選票 他演也會演得像 所以我覺得這是把它揭露出來 讓大家知道這些明代的惡行惡狀 像是投票的時候 就請你看清楚一下 不要每次只要看到綠色的 你就會想要去投 人品還是非常重要的 至於我們剛剛所提到這個兵員的問題 我是會有點擔心 你會發現下會其實就是所謂的 這個預算審查 那特別我們國防預算 這一次是超高的 六千多億 可是我也完全可以預估的出來 你只要稍微有一些的凍結 或是要求他做說明 馬上就會被綠營的來做一個文章 你看這個Washington Post 是外國人講的 你們最愛的美國人講的了 那你有什麼好出來質疑的 那下次我們質疑潛艦國造 我們質疑這些經費 為什麼要做八艘 你是不是又要說 你看又是個阿強 這會 你看永遠就是因為這一招 包括我們這一次的臨時會 他又把它框到我們身上 考試月我們要來做這個人事審查 國民黨就是讓這一今年 所以要考高考考公費考試的人 都沒有辦法通過 拜託這幾天都噴笑 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早就在12月底之前 點視官已經考選部 把所有的考卷 各方面都已經公告 都已經完備了 那有什麼好去阻礙 這些所謂考生的一個權益 而且考試月 還是你們之前說要來把它刪除掉 所以民進黨永遠是用這個方法 來做道德上的一個勒索 你砍他的國防軍費 他就告訴你 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你就是不重視台灣 你就是在唱衰台灣 那你講這個部分你看看 然後你看看 講話是這個樣子 然後你們人員呢 你們自己民進黨的黨籍的這些人 對人對一個台鐵的這樣的一個 女職員這樣子的囂張 那你怎麼不出來一個黨籍處分嗎 所以我只能說執政久了 如果沒有政黨輪替 這一些縣市政黨輪替的話 這些囂張的人會繼續囂張下去 所以下次的選舉 真是要給一些人機會了 好 來請教董哥 其實你在嘉義碰到這種事情 也不足為奇 那你現在把它報了 他現在又沒有要選舉 他選舉還早了 後年年底 兩年後誰還記得一個叫江志明的 還是可以把片子調出來 對手 我跟你講 因為地方選舉他就是這樣 就是 我覺得民進黨黨員我支持者 江志明他是代舊在地的旅長 還有十幾個記者 新聞界最大的羞恥 你以為是去當人家助錢的 是不是 你記者現在變成這樣角色 然後我給你台鐵狼看 你怎麼可以這樣欺負 可是大家只要想一想看 這個人 他氣的時候就裝可憐 我是殘障 我殘障我本來就可以取 你殘障你的拳頭 比那個四肢健全 被你打那個人還硬 殘障打人手腳都滿利落的 對不對 就每天民進黨最會表演這個 每天講台灣都可憐 都被誰欺負怎麼樣 每天都來這一套 那你看了就不是這樣 那我覺得 其實民進黨要處理這事情很簡單 開除江志明 就開除江志明黨籍 而且我們開除你 你下一屆不能再用我們名字再回來 就是說我對外公告 我現在賴清德坐重 你黑金你都那個 這些人的行徑像不像 像你都黑金不能農的 你還要求利好還要修法 還通過讓很多人不能選 那這個行徑像不像 很像嘛 所以我覺得 我們今天看台灣的政治 這個其實都是很可憐 像尤其嘉義是特別的那個 嘉義我有很多好朋友 陳明文在當嘉義市的市長 有幾個鄉鎮長 買票 貪污 被取消資格 你知道 縣長可以派代理人 他派了代理人是誰 媽媽貪污罪被判撤銷資格 派女兒去代理 好幾個 不只一個你知道嗎 我曾經是寫過一篇文章 我說天底下有這種事情 而且就在嘉義縣 縣長可以派代理人 都派貪污的女兒 這女兒就下去代理 代理完以後女兒就出來嫌 又當嫌 一定當嫌 因為這就是嘉義啊 對不對 有一個 她是找她的親戚來包工程 包一包被抓到了 她就厲害到什麼地步 一省二省到當天 花根省 然後當天上午 快中就十點多要先飯 她早上坐飛機八點 就跑到中國大陸 這個人是稀口 祝的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懈